競馬排位七成績 今期開始追加馬匹最後200米斷速 版面拉闊,看得舒服 賽日內版三成績一起加料 排位版,賽日版,賽後版 看完馬匹最後斷速 全港獨家聚足料,還趕快買一份競馬? 新冠疫情持續,可能大家都確診過一輪沒那麼擔心 不過在馬圈才是大爆發的高峰期 近日相繼有騎士染疫不跑 譬如馬雅和麥利奧,還有賀明年有復養 星期三夜馬前,連我們潘頓一哥都復養 兩天內有四位騎士檢驗陽勝 未來不知道會不會有更多騎士中招? 現在甚至坊間有熱議 說馬匯是否急著在11月20日被潘頓復出 才令他出來播群傳染其他騎士 總之今次就是頭痕 潘頓今晚8匹坐騎全部都要換人 要知道他原本的坐騎都很兇 譬如英雄豪邁、亞洲騰王和無敵精英 今次贏面都挺高 另外還有馬本身很難發揮很難跑 譬如精算尺驗 全賽成為熱門或多或少都是因為潘頓選騎 現在臨時換人 發揮上難免都會打折扣 買了早飛的朋友就真的有苦自己知道 至於潘頓現時再確診 未知可不可以趕得及跑下星期三的國際騎士錦標賽 一旦他無法跑騎士賽 就會由下一個順位 即是截至11月23號排第5位的希威森保上 而星期三晚只有15個騎士可以上陣 罵出騎士方 很多馬都不知可以找誰跑 而且今晚也意味著騎士王二彩池會粉密登場 今季馬會修訂了規例 馬會可以在同一個相關賽事日 開售一個或以上的騎士王彩池 現在馬會騎士王有個號碼 寫著騎士王一 由於潘頓最後的賠率是兩倍 以往騎士開售後 賠率低過5倍的騎士退出的話 當晚騎士王彩池就會取消 不過現時就會重新開騎士王二 讓大家繼續有得玩 再次回到沒有實力的賠率 開售後 再次回到那邊 會不會有什麼 開售後 再次回到那邊 再次回答 好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